Cama最近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功能 让我完全震惊了 现在Cama能够通过AI的技术 依照你输入文字能够产生各种风格的图像 这期影片我也带你了解这功能到底有多强大 你可以通过这个功能去快速生成好看的图片 就加入到你影片里面 加入到你社交媒体内容里面 或者是其他地方都是可以的 大家记得看到影片的最后 用过推荐给你一些使用的工具 就让你更好的去使用Cama这个全新的功能 去更好达到你理想的效果 现在我就进入到了Cama的首页 我们有两种方式去找到这个功能 首先在首页的左边可以找到这个发掘应用程式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热门功能的第一个选项 Text to Image 这里会有两个选项应用于现有设计 在这里你就可以选择应用你现有的设计里面 或者是应用于新的设计 这里就可以让你选择自定尺寸 或者说选择已有的模板尺寸 第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选择任何已有的模板 或者说选择建立新设计 这里我们选择自定尺寸 这里我们的宽度和高度都选择512像素 然后我们选择建立新设计 大家可以在左边看到 我已经有了这个程式 Text to Image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你可以选择这个应用程式 这里可以找到Text to Image 这个功能其实很简单 主要就是你要描述一下你想要看到的影像 这里可以是物件、颜色、地点、周围的环境、人物等等 这里大家要注意因为这个功能才刚刚开发出来 所以现在大家使用英文是最准确的 如果使用中文 这个应用程式可能无法理解 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阶段先使用英文 这里在底下就会给你一些灵感的参照 例如说骑着脚踏车穿梭城市的熊猫的景深景象 池塘里的景里的水洒画 未来世界的奇幻森林城市的照片 在底下你可以选择特定样式 比如说照片、素描、3D绘画等等 所以首先我们需要输入描述 这里我建议大家从简单的描述开始 比如说我先输入这个描述 它的中文意思就是一个来自未来的神奇森林城市 我们可以选择特定样式 或者是说不选择直接产生影像也是可以的 像我们来看一下 Cama根据我的描述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像 在经过27秒钟的处理之后 Cama就根据我刚才的描述 生成了这四张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 可以看到是非常好的 有种科幻的感觉 就是我想要的感觉 第二张是这样子的 但是好像缺少了一些细节 然后这是第三张 第四张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再输入一个描述 它的中文是装满行星和星云的罐子 这里我可以选择一个样式 例如说绘画 然后选择产生影像 现在Cama的AI就生成了这些影像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张图是这样的 这个罐子在星云里面 并且罐子里面装满了星云还有星云 后输入描述是一样的 第二张图是这样子的 这张图比较写实一点 这个罐子里面也装了星云还有星云 第三张图是从顶部看 这个罐子里面装满了星云还有星云 第四张图也是从顶部看的 这个罐子里面有专满行星还有星云 大家觉得Cama这个功能怎么样呢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 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 感谢你对我的支持 这里我推荐大家一个工具 可以把刚才比较简单的描述 变成更加详细的描述 比如说我现在的描述比较简单 The Kingdom of Heaven 就是天国的意思 然后我输入到左边 选了这个Submit 现在这个工具就帮助我刚才的描述 进去扩展了增加了更多的细节 我可以回到Cama里面去输入这个详细的描述 然后选择产生影像 像Cama就根据我刚才的描述 就给我产生了这四种影像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第一张图它有交入人物 但是这个人物它的头被取掉了一部分 其他来说也是符合我的描述的 第二张图就显得非常有意境 和我想要的天国理念是差不多的 这是第三张图 很像是在游戏里面的画面 这是第四张图 总体来说 Cama这个功能能够根据我的描述 去展示出我想要的影像 这是让我非常震惊的 还有工具能够帮助我们产生 更加详细的描述 这个工具就叫ChatGPT 在这里我可以输入一个请求 那ChatGPT给我生成一个描述 是关于一个女孩走在海上的一个图像 现在ChatGPT就根据我的请求 生成一个非常详细的描述 我可以把它复制下来 输到Cama里面选择产生影像 像Cama就根据我刚才请求生成了这些影像 第一张图是这样的 这幅画在画框里面 一个女孩穿着白色的裙子走在海上 第二张图也是一个女孩穿着白色的裙子走在海上 但是海水的呈现形式又带一些绿色 第三张图可能少了一些细节 这个女孩是面对着我的 然后走在了海上 第一张图这个女孩是背对着我的 然后走在了海上 穿着的是蓝色的裙子 这里大家要注意 所有你选择的图片 都会自动上传到你现有的Cama账户里面 你可以在上传选项底下都可以找到 这里我再推荐大家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的功能就是 你可以导入一张图片 然后这个工具就能根据一张图片 去帮助你生成相应的描述 比如说我选择这张照片 这里就会生成一个描述 我可以复制一下 复制到Cama里面 选择产生影像 这里就可以看到Cama根据我刚才的描述 生成的这四张影像 大家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找到你喜欢的图片 然后使用这个工具去把图片导入到这里 生成相应的描述 再回到Cama里面使用这个功能 就让AI给你生成不同风格的图像 如果你觉得AI生成的这些影像 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清晰程度 这里我推荐大家这个工具 Upscale Media 这个工具就能够帮助你 在不失证的情况下 把原有的图片成比例放大 并且提高它的清晰度 比如说这里有个例子 现在这张图片 它的清晰度是比较低的 在经过处理之后 就可以看到是变得非常清晰的 所以大家也能够使用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是完全免费的 大家有被Cama这个功能震惊到吗? 在2063年 AI技术是一个大趋势 你知道吗? 最近有个非常火的AI技术 能够帮助你解决生活里面的各种问题 如果你是创造者 甚至能够帮助你 创作出影片的内容 成为帮助你经营的频道 如果想要具体了解这个全新的AI技术 我希望你去看这期影片 因为这个工具正在改变YouTube的生态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Cama YouTube的内容 追踪我的IG 也能够了解我的最新动态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